老弟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怕我女儿不同意 况且你是个大老板 我 是 好了好了 过段时间 那好吧 对了 我女儿要到你公司入职 我怕她受欺负 放心吧 你女儿就是我女儿 你们是新入职的两个是吧 是的主管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见面礼 来请笑纳 小和是吧 你的工位就在那 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不好意思 我的工位在哪 你先去给我买杯咖啡 你给小和也带一杯 冰美式 谢谢 你先别走 我的方案还没有写完呢 帮我写了 这是你的工作 凭什么让我帮你写 我让你写 那是我看得起你 就凭我和主管的关系 信不信我让他开了你 我没有义务帮你 哎 李珊珊你给我等着 他这么嚣张 对啊 他还说就算是你 他也不放在眼里呢 好个李珊珊 看我怎么试试他 打卡机坏了 所以时间以我的为准 迟到两分钟罚款两百 我是准时到的 那这样的话 他也迟到了 您不罚他吗 小和是帮我取文件 所以有情可原 交钱吧 那个李珊珊 这个调研你现在跑一趟 嗯好 哎等一下 这个不是已经调研过了吗 怎么我现在叫不动你的是不是 你是觉得外面四十度 怕受苦 不是 不是就好 现在马上去 如果下班之前我没有看到报告 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要注意防晒哟 可千万别中暑了 总裁好 这千载难复好机会 我可不能错过了 珊珊 怎么跑得满头大汗的 干嘛去了 中午主管让我出去做调研 正准备回去交差呢 这么热的天跑出去做调研 我不是说三十五度以上 就不用出去了吗 好了 我知道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我们部门呢 这次做的这个调研 客户非常满 这不 总裁特地发了一笔奖金 来讲做这个项目 好 那就让我们来恭喜 金河 谢谢主管 不是 这个调研明明是我做的 为什么奖金给他 这个项目是小和交到我手上 你怎么证明是你做的 金河你 我可以作证 哎 总裁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 啊 你让我照顾的小和正好吗 小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 什么你我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你办事不利和欺压员工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嗯 杉杉 我优演不是杉杉 好吗我帮忙我求求请吧 我真的不能被开除啊杉杉 那个杉杉 啊 其实不是有意瞒着你了 这位是 你也可以叫我妈妈 你也可以叫我妈妈 哎哦 三爷我一会要去参加个同学会 就不等你了好 一会我来接啊去吧 你不是说要参加同学会吗 跟着我去 那可是渊总这么有名的人 我也想进 那帮穷同学就让他们等着吧 怎么不是吗 如果你能和渊氏合作搭上关系的话 那些同学不得个个都来巴进我 哎渊总我女朋友非要跟来 不好意思啊 行没事先坐吧 连续一个月来找我 没想你这么有意义 就是想见见渊总 也想让渊总 别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我要不给你机会的话 就不就见你了 谢谢渊总 这是我们的方案 小美怎么还不来啊 哎 常让我们等他 现在他可能非汪汤拿了 说不定里头还有求遇他呢 没事我们等一下没关系的 都打几个电话问你了 还不去吗 重要的人肯定最后的 你们可以一起吗 我去了 还要整理一下东西 这次我倒要看看 珊珊还有什么可教 凭什么大家都 嘉伟 我这种鲜肉棒 你要不先吃点垫一下 it's like a 谢谢珊珊 我不饿 好 珊珊你还随身带吃的 我也容易饿 怎么选这儿呀 今儿都不好听 那个珊珊推荐的 做这家店挺好吃的 怪不得 珊珊 你没车吧 下次能不能注意一点 嗯 好 珊珊你坐这边吧 一会儿帮大家端下菜 没事 我坐这也可以帮大家夹菜 你还像着珊珊呀 不知道珊珊给你什么好处 没事 大家都是同学吗 你们今天不知道我见谁了吧 谁呀 肯定是个大人物吧 殷总知道吧 他马上和我老公有个大合作 就是那个渊社的老板吗 那当然 珊珊 不开心的话我们走 没有 说起来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哎小美 我敬你以后有机会啊 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啊 但是有些人就算了 哎呀 那当然 那当然算了珊珊我们走 也好我男朋友马上来接我了 走吧珊珊 我们带你去其他地方吃饭 哎渊总好巧啊 你也在这吃饭吗 走吧珊珊 走吧 珊珊 你是渊总的 对了 回去告诉一下你的 有些东西我需要出去 哦 在职场好心帮助别人能得到好报吗 小刘 你的工位就在这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问珊珊 好坐 你好 珊珊 我这里有很多东西不太清楚 你可以帮我讲讲吗 哦好的 您稍等 你明白了吗 我还是听不太清楚 但主管说今天必须要交 说不定刚来第一天就要把我开除了 哎不至于 今天的我先帮你做了 后面的我再慢慢给你讲怎么做 谢谢珊珊 没事 哎主管 我发给你的那个文件 你这么快就做完发给我 当然了就是要效率嘛 不错 好好努力 之前还没有一个新人 有你这么厉害呢 放心主管 这招好用 珊珊 这个我不太会做 哎 这不是我之前教过你的吗 你可以帮帮我吗 好 但是你自己也得成长才可以哦 嗯 后来的事情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里有个重要项目 问一下珊珊也会有空 珊珊可能不太行 她现在手里负责好几个项目 都不好丢 这样吧 袁总 有个新人 我看她写的东西 水平和珊珊差不多 好 这个很重要 你把握好 快进来 我发奖金了 请大家吃榴莲 新鲜的可甜了 哇 嗯 这榴莲好甜啊 入口名利一米就坏 这个是猫山王榴莲 品质当然好了 这么多 你也很贵吧 不贵的 现在是猫山王榴莲 畅销季节 泰国的榴莲果仓都爆仓了 主管 吃榴莲 这是特意给你留的 谢谢你啊 小刘 这里有个项目 给你做 什么项目呀 资料都在文件夹里面了 这次机会来之不易 你要好好表现 好的 直接让他做完不太好 怎么办呢 有了 一点一点问他 让他帮我不就行了吗 你不是告诉我小刘可以吗 现在那面反馈很不好 怎么回事 你平时不是做的挺好的吗 怎么这次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珊珊做的 就是他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个方案 你自己看 确实有很多是我的想法 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一点一点的来问我 然后拼凑成一个方案 看吧 他都承认了 袁总 你要处罚就处罚他吧 袁总搞错了 这个方案那边反馈的是创业 错 有问题让我认色一下 我明白了 这就是你做的 不仅能力不仅 省心还不多 既然方案是珊珊做的 那就麻烦你继续推进一下 等一番贝 嗯好的 所以你 我胜利 送给你 我好心帮你 是没想到你是这种 算不想和你多生 拜拜